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環雨飛翔》 《環雨飛翔》 一位帶你去到世界不同的領域 託展你視野的網上電台節目 节目主持人 刘帝杰 理想的领导人 很多人都会觉得人都会是理性的 评估候选人的政纲 是不是对城市对国家有利呢 也会很理性的看看他过往的做人处世的记录作为参考 但事实上并不是这个主要因素的 其实是很在乎关系 候选人和选民的关系 就好像候选人奥巴马来自芝加哥 英尼洛州 所以无论他政纲是怎样 你觉得有一份亲切的关系 大家都是来自同省同事的时候 你就多数会投他一票 又或者对方如果是同种族 自己是黑人 候选人也是黑人 也有一种同声同气的关系 所以无论他政纲是怎样 你都会很容易投上他一票 如果候选人是你的亲人 又或者是朋友的时候 你熟悉他 你都会投上他一票 在竞选当中 不单止候选人花很多的金钱 卖广告 推广他的政纲 也都需要去打关系 做一些public relations 或者甚至是personal relations的工作 我以前在浸会大学传你公读 会有同学给自己讨论究竟广告具有影响力 或是公共关系具有影响力 我自己觉得公共关系的影响 比接触大众的广告更具有影响力 因为当你播广告的时候 你不知道受众的接收是怎样 看不到他对他的眼神 但是当你通过关系 面对面 和他有接触 你就会知道 双方通过眼泊全程 互相握手 拥抱问好的时候 就能够将超乎理性的信息 带给对方的 很多的候选人都需要马不停蹄 去到坊间 去到不同的州 见那些民间的领袖 通过握手 通过一起吃饭 将自己一个活生生的人的形象 印在选民的脑海当中 这年前 家里的成员我自己 都投选奥巴马 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有一次奥巴马来到西亚图 我女儿 专程去到市中心 市一套中心 跟她握手 近距离 听她演说 回到家里 说回当天的情况 看到奥巴马那种热情风范 都令到我们受影响 投选了她一票 同样 我自己在 美国所住的城市 最近她都有机会 被邀请去到一个 参谋会的市议员 获选连任 邀请我们去参与她的参谋会 在当中 认识到自己市的市长 Mr. Joe Marine 和她一起聊天 当和市长和一些counselman 议员面对面一手谈话 接触之后 你就会多一点认识到她 好像有一种亲情感 而相比那些你未曾见过面 在报章 在电视 在海民见过她的候选人 多数你会选那个 曾经跟你在一起 聊天 吃过夜的候选人 你作为一个候选执事 或者是候选领导人 需要侧重 跟你的选民打一个关系 在这里强调不是 用关系 与一切 你需要有好的政綱 那就能够得到一个 Balance 最近就看一本书 叫做 Experiencing God Day by Day 给她一些看法 其中一个作者是 Dr. Henry Bakaba B-L-A-C-K-A-B-Y 他是加拿大神学院校长 President of Canadian Sultan Baptized Theology Seminary 在他的文章 The Key of the Kingdom 寫了一句说话 就是 如何能够去进入天国 The keys of the kingdom represent the access you have to the Father through your relationship to Jesus Christ With this relationship you have access to everything that is accessible to Christ 在这里说得很清楚 原来我们进天国 达成一个人生很重要的目标 的方法 并不是 努力守律法 俗读圣经 在理性上面 有很多的知识 乃是 在乎 我们和基督 建立一个 密切的关系 当你和基督 相熟 有一个 旧主和被买属 族人的关系 你就会被上帝所接纳 能够进入天国 在今天 当我们要去被投选 达成一些目标的时候 我都一样 需要 注重人的关系 因为在这个世界 一个人 开心 不开心 能够被接纳 并不是文字 并不是金钱 并不是正绩 而那是人 因为你要融入人的社会 就需要被人的接纳 陪人建立 关系 在圣经 讲到耶稣是怎样去选人的呢 在《路加福音》的第六章 十二十三节 这样讲 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 整夜祷告神 到了天亮 叫他的门徒来 就从他们中间挑选十二个人 耶稣选取了门徒 candidate 不是先按着门徒的背景 是不是打雨好呢 是不是收税好呢 是不是延迟好呢 并不是 而是先去求问神 整整用一晚的时间 听下上帝的心意 然后先选择十二个门徒 当我们要去选 我们的领袖的时候 不要觉得自己是很有智慧 知道如何去选择 我都先需要求问上帝 用整晚 或者用整个的祖上 金色祈祷 听下上帝的心意是怎样 当你和神有一个密切的关系的时候 神就会向你展示他的心意 给你在人世当中做正确的选择 希望我们在这个科技澎湃 火学昌明 人类以为智慧高超的时代 我们需要去谦卑祈祷 听上来的声音 重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这样的时候 这个世界就能够选择到一些 更加适合上帝心的人做领导人 中国节目